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胡一軒 上次節目中介紹了很多關於廚房的用具 原來在煮食上也有很多樂趣和開心的效果 但煮完後在餐桌上有很多工具可以幫助我們 所以這次的嘉賓繼續請來這位帥哥 就是廚具公司的老闆阿波 阿波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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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想問一下 剛才提到少許 上次你介紹了很多關於煮食上的工具 很多說可以幫助我們 但很多時候原來食物方面都有些餐場禮儀 甚至有些小朋友的工具 甚至說怎樣選購一些為之好質素的食具 即食用的工具 今次我看到也有帶了很多來的 大家可以看到桌上也有不同種類的工具 其實可不可以逐一和我們慢慢講解一下 比如說先講小朋友 好嗎 小朋友來說 他們小時候通常是媽媽餵 或者爸爸餵 為什麼要特別有些設計給他們用的工具 其實小朋友可能為人父母做過的話 都知道小朋友要為他一頓飯是挺花心思的 是的 放心 因為他又要有很多好奇心 那我怎麼可以引起他的好奇心大些 或者去學用的那些餐具 其實我們就做一些小朋友的餐具 令他覺得除了可以用到之外 是一個玩具 增加他的興趣 而去用那個產品 大家可以看到 我們現在桌上有兩套餐具 或者我對這一套比較有興趣 可以拿這個上來給大家看看 這個呢 我先弄到你手上 這個 其實可以配在哪一套用的 我就看到有一個比較有趣的 我想看看這個 其實這個又不像刀 好像我們平時男人用的鬚跑 其實不是鬚跑 究竟是怎樣用的呢 其實這個很明顯是一個叉 他上面有一個白兔仔 這個猴子很多人都說 其實怎樣用的 我以前我自己都沒有小朋友 我也不知道怎樣用的 原來就是小朋友 當他用過產品的時候 他不像大人說 我想刮食物 一下就刮進去 他就開始幫忙了 例如我當這裡前面有個水果 他推過去 然後幫忙刮進去 其實是輔助的小朋友 就比他用手拿著水果 刮進去 因為小朋友很多時候 如果用的桌頭用品 他不懂用 或者不喜歡用 他就拿手 拿手拿 這把玩具就很擔心 就很骯髒 那或者好像這把刀 其實在刀的設計上 都沒有那麼鋒利 沒有那麼鋒利 就是給他們的感覺 即是說 都是切東西 都是給他們輕輕的 比較切一些的物件 比較大一些的物件 大家都會看到 其實這個設計 都比較安全一些 好像有些 其實市面上 是有些 叫做 餐桌禮儀的課程 給小朋友學的 其實他不是 那些媽媽說 他學到 將來很大方得體 而是訓練小朋友 他有一種紀律 集中力 還有他吃東西的時候 那種專注力 所以其實這個是象星式 不會讓小朋友 自己去切豬扒 切牛扒 讓他感覺到 原來有這樣的用具 從小就開始訓練 尤其是香港人 你也知道 每個的媽媽都花很多的精力 還有心機 給他們餓很多東西 所以其實真的 養一個小朋友 雖然真的 不可以省一點心思 一定要慢慢去 教導他們 甚至乎 就算是出道去的時候 給別人的感覺 真的 這個小朋友 比較乖 還有這個 挺有特色的 一套工具 譬如這些小朋友的工具 講完了 可能大家 對前面這一套 大家可以在鏡頭 看看 這一套 大家都好像有點興趣 其實這一套 好像大家的感覺 有一個 爬頭的感覺 究竟這一套 我們平時好像很少見 其實應該怎樣用呢 這一套的食具 其實前面這隻 是一隻碟 是 我們先摸起手 我們一起拿 現在很多時候 例如我們參加了一些西式的婚宴 又或者是一些朋友的派對 有時候很多女士 我們很講疑態 是 他們很多時候 現在流行的食物 是很小 小小的食物 是 目的就是 其實這是一隻碟 是 很精細 慢慢刺下去 慢慢吃 其實這個叉頭是一個匙巾 來的 哇 這個真的很好的設計 很斯文 對嗎 對 那種感覺 其實我好像就類似 我有一次去派對的時候 都有見過類似 好像有些幫我們 又做了酒杯 好像你剛才有介紹過的那種 其實都算是一個三合一 但這個就是分開了少少的 但也是一個精緻版 給我們 就是給女士 甚至乎去一些高貴的場合 吃東西的時候 就可能少少的 絲絲紋紋的吃 這個設計真的不錯 現在我們一般來說 在外面 通常是大型一點的宴會 都比較用到 就是這個 但原來在家裡 開派對的時候 都可以用到這些 因為桌頭用品 就很講究 就是它那個 擺出來的質素漂亮不漂亮 在餐廳的時候 它整個牆 都放了很多漂亮的酒杯 哇 例如 table setting 其實令到你 在未吃之前覺得 哇 真棒 有種感覺很舒服 和很高貴的感覺 而且我看到這個 好像 我先弄一下 這個羹的設計 好像我們以前 玩魔術的超能力羹那些 其實為什麼會有 這樣的設計呢 大家可以看看 為什麼會設計到 這樣的呢 請問 現在這個其實就是 在歐洲 一個很流行的Party 是 因為它的做法 就是 第一就是 一張桌子 另外有特別的支柱 覺得突高了 第二就是 我做Party的時候 盡量都不想 整支筋 就完全放在桌面那裡 就是拿的時候 沒有那麼方便 是 第三就是 原來有時候 有時候在Party 有時候出情況 我們用一張碟 那一張碟 就顧不到支筋 顧不到支筋 顧不到支筋 是 我覺得那些碟 其實它的碟上面 就有個孔 就被你掛在那裡 哦 原來就可以這樣 當你要抹嘴的時候 就放一支支筋 就抹嘴 要吃的時候 就拿上來 就可以用那個碟 哇 真的很方便 原來 為大家可以 想到這麼周到 這種設計 另外 旁邊 顏色一點 好嗎 好 我們跟他們說一說 這個設計好像 很特別 這個產品 可以說人見人耐 為什麼呢 因為它是一個很特別的設計 是三合一 匙巾 是 叉 銅刀 一件搞定 原來這個是刀來的 刀來的 哇 這個設計真的很有趣 好像給大家 簡簡單單 吃一些比較容易切的食物 輕輕切一切 切開了 接著就轉了 用那個叉子去刀 因為很多人用的時候 都說是貪方便 是 如果說 我有時 很多時候 男士女士 他們會上班 會帶一些午餐 雙巾 雙巾 又差很多東西 是 第一方面 就是開派對的時候 又不用那麼多工具 在台面上 一支都搞定 哦 也是 如果不同顏色的話 就可以分解 這支是你的 這支是我的 嗯 吃東西那時候也是 為什麼我們開派對 就是想開心 是 如果不是只是食物 好吃開心 而是餐具 都令到你覺得很過癮 很開心 那氣氛就會好很多 對 加上色彩的設計 大家崩崩一點 是吧 在這裏有二十幾三十個顏色 哇 有那麼多顏色 每個人一支都可以 可以很開心地開派對 高高興興 那說到食物 怎麼可以沒有飲的東西呢 我看到呢 你又會跟我們介紹一下這個酒杯 通常我們有些朋友就說 喝紅酒來說也會有些講究 但是呢 這個酒杯來說 好像跟平常的這個設計 好像有一點不同的設計 可不可以跟大家去解釋一下 其實這個酒杯呢 它首先第一件就是 一件過 一件走出來的 這個杯很多檔次的 但怎樣可以質素高呢 就除了看酒杯的形狀 厚度要均勻 還有最重要就是 它裡面所有的設計 那個弧度 因為這個酒杯的特別地方 主要是喝紅酒的 但紅酒也分很多種 我們以往我們喝酒的時候 很多人就說 是哪個酒區出 哪個年份的質素就好 但根據這個酒杯供應商 它就說 其實那個酒杯的設計 是完全影響了 你喝酒 那個酒應該帶有什麼味道 這樣嗎 原來這個是學問 我們這些喝酒錯歌 喝紅酒錯歌 真的要慢慢聽一下才行 以前來說 我自己也不太理解一件事 他就說一句 人有甜酸苦辣的位置 他就說 如果你試一下 把甜的東西 擠錯位置 你未必會感受到甜的感覺 原來紅酒裡面 也有些果味較重 可能有些苦澀味較重 就是因為這個原因 原來這個杯的設計 它的弧度 當你倒進口裡 原來它會影響了 那些酒倒進口裡的速度 速度 如果慢一點 就會令甜味更多 如果快一點 就會很快去到我們後面的位置 令苦澀味更高 澀味苦味的位置 我們也試過一些叫做 Wine tasting 試酒 原來效果真的很不同 是 真的很特別 那種感覺 最起碼給人的感覺 就是一來高貴 設計上面 二來就是 喝下去的咀咀的時候 原來真的有不同的味道 試不同的酒的時候 要配合不同的酒杯 原來效果真的差很遠 以前我們很多時候去婚宴 很好喝 不如拿回一箱兩箱回家 我發現回家喝的時候 這些味道完全不同 是的 也有試過這些情況 其實就真的 原來是杯作怪 都可以雙負雙成 那種感覺 即是說如果大家真的 想喝點漂亮的紅酒的時候 美酒之餘 原來加上一隻美杯 原來配合買的時候 就真的相得益張 好 給大家真的 你口乾的 去喝一口紅酒 我們休息一會 待會回來繼續家庭樂玩具 對呀 恭喜發財 我胡雅希在這裡祝大家 接下來的龍年和氣身材 只要和氣的話 財富就會滾滾來 恭喜恭喜 傷心悲痛 與他最後一刻 清憂寬躺 讓他長半左右 情永在為你做到最好 傳統粥麵 懷舊點心 米芝蓮升級食府 正豆粥麵專家 抗粹佬吃甚麼最好 超級營養食品 新大宅有機螺旋組粉 和有21種胺基酸的鮑魚羊 全港首創 漬湯油水燒龍蝦 特價38元 還有備製五色生蠔 和禍百款燒烤入你選 想試一下怎樣把 川式燒烤融入港式風味 那就快點來 佐敦的龍蝦燒試一下 訂座電話 2780088 專售歐美浴室設備 代理國際一級品牌 門市片全港 提供專業優質服務 富記五金水喉結具有限公司 至尊老水響如全球 滋味鵝肝飛升國際 潮式美食堪清霸 廚房拿手色香味 潮味居 訂座電話28346669 除菌防媒辟味 一枝備長炭 淨化家居沒有困難 全港唯一備長炭專門店 炭資源 小風光大控訴 串燒內容齊齊齊報 人氣話題有憤怒 首先我們研究一下 言歸正傳 單單打打 稀笑勞麻 關門主持不分上下 惡狗成中熱話 吹水懶惰什麼都行 熱爆話題胡亂說 飲食適香味俱全 是不是有足夠營養的 生活的壞習慣 怎樣影響我們的健康 吃什麼補品才補得回呢 健康知多些 由專家告訴你 教你活得更健康 消閒花費夠輕鬆 優質生活樂其中 潮流品味 各地名牌產品 時尚英文 趣味玩意 帶給你最新購物資訊 陪你做個精明消費者 購物天堂 既然會做一個問題 不一樣 也很多的 不一樣 無敵方便 其實這個好杯和酒的配合是很重要的 除了我們吃飯和喝一杯紅酒之外 有些朋友就說吃完飯之後 好像我們中國人有時就說喝一口茶 可能說燒仔 沒那麼膩膩那種感覺 其實如果真的在茶上有什麼工具 可以幫助我們一個我們不是很懂得沖茶的朋友 但又會沖一些好茶出來 其實有什麼可以幫助我們 我前面有一個茶壺 很多人看上去就覺得好像是一個花茶壺 對 也很像花茶壺 通常裡面也有一個梨隔下去 但為什麼這麼有特別之處呢 其實沖茶如果講究一點 例如是山的茶葉 山寶梨 例如說你要沖茶的水溫 沖茶的茶可以沖多久的時間 不要沖超過時間就會對身體不好 是很講究的 這個設計其實的巧味就在裡面 大家可以拿出來看看 這裡裡面有一個分架在裡面 平時我們就沖茶葉下去 沖到糊裡很正常 那些茶味走出來 是 但過了某個時間 可能十分鐘的時候 會覺得這些茶落可能滲的味道已經足夠了 我們怎樣做呢 我們就可以用這個板 是 沖上去 在後面看 是 這些茶葉都沖在這裡 滲一點味道出來 嗯 但我將它一推 好像鑰匙一樣 是的 就是把所有茶葉推到一個密室的地方 是 令到茶不會再散發的味道出來 當你沖下一壺茶的時候 再開回去 那種感覺挺好 最起碼不會像我們平時有些朋友 喝茶的時候 就說 哎呀 要… 這個茶比較濃了一點 要沖另外一些滾水 去沖淡一點的感覺 反而它變成我本身沖了一壺茶的味道 就不同 最初開頭第一次下茶葉那種感覺 是 那種感覺是完全不同的 譬如說有些人沖一些漂亮的玻璃 就完全不同了 那種感覺 這個就可以幫助到我們 原來就是說 去到適當的時候 就隔了些茶葉 就不要收了茶葉 對 真的可以沖幾次都可以 真的非常之好 或者喝一杯這麼美味的茶之後 或者我們會看到 另外這裡 我們這個特別一點的重頭戲 阿波和我們介紹一下 那究竟為何這裡的餐具 這麼閃閃生輝 這麼漂亮的呢 其實這是一個 我覺得是很尊貴的餐具 因為上面全部是電金的 是真金來的 這個是真金來的 大家可以看一看 真的很漂亮 這套餐具 這套餐具 最特別之處是 上面的金色其實是電金來的 是 是真金來的 是真金來的 上面再加上綠色的玉石 就完全表達到一個很尊貴的質素 是 因為這個品牌 我們可以近一點看看這個標誌 是 大家可以近一點看這個標誌 這個標誌 其實是瑞典皇室貴族的標誌 哇 是皇室貴族的標誌 就是我現在手上拿著這一套 是瑞典皇室貴族會用的餐具 因為這個北歐品牌 它其實是瑞典丹麥皇室貴族 獨家的供應商 如果你在家裡用的這個餐具 就等同於 我好像和皇室一起共同玩餐 哇 為什麼最初他們會設計 有這樣的構思 就是說 金色 貴氣一點 還是有另一種用途 是有用途 其實這個是限量版 是限量版 是 這個其實是 每一年都有諾貝爾獎 是 諾貝爾大家都知道 是一個很尊貴 一個很重要的城市 是 去得所有的人 都是 在全球來說 我們都很欣賞的人 是 其實這個 是一個紀念版 就是給 在第九十屆 諾貝爾獎裡面的晚餐 專程設計 是 哇 這裡很厲害 這裡 大家 其實 可能 那些字比較細小一點 我們給小影師哥哥 可以幫我們 先移動一下 其實這段文字上面 有些少許略略的介紹 就是說 第九十屆 就是 諾貝爾獎的時候 就是 專用的 專用的一套餐具 其實諾貝爾獎 每一年的餐具 都是不同的 不同的 是獨一無二的 只是那一年 就是那一套 然後 用完那套餐具之後 其實會不會拿火器 還是不知道要怎樣 擺放物館 我也想知道 其實這件事 我真的覺得很高貴 很豪華的感覺 這一套就是 第九十屆的時候 就是專用的 嘩 如果我家裡有一套就好了 不過 我先化夢 只不過 Paul跟我介紹之後 我可以摸一摸 我就覺得很滿足 但現在有個問題 我想問Paul 其實Paul 那麼年輕 那麼英盡瀟灑 其實最終有些朋友 會問 其實年輕才俊 應該通常 可能是做另外一些 比較在一些 斯文的一些行業 其實雖然你現在都很斯文 是的 但是為什麼 有時候可能說 咦 接觸到廚房 這件事 自己是不是本身很喜歡 煮東西吃的呢 還是說以前 因為做事的緣故 而接觸到廚具 這項餐具 這項行業的事項 其實就是我自己 就是廚房和物 有點淵源 嗯 十幾年前的時候 我都是做廚房出口的 是 那麼 那麼世界各地都去過了 看到很多不同的廚房 就是廚房的公司 我發覺 咦 其實我們香港 為什麼不和外國 那麼少選擇 還有那個 介紹的產品 那個層面 比較簡單一點 我們不是很熟悉的 例如很深刻的 去到美國那間 很出名的廚房用品店 是 它俗稱自己專門店 嗯 原來那個婆婆 已經去到六七十歲 是 但她真的很專業 她可以告訴你 每一個廚具 怎樣用法 我就想想 咦 其實就好像我們 穿西裝一樣 嗯 一些高級的西裝店 就是量身訂做 是 今晚你要去哪個場合 或者這陣子你的心情是怎樣 想要什麼的需要 它幫到你受 我想說 咦 香港可能其實 也有這樣的需要 不如試試開廚房專門店 嗯 其實開廚房的用品專門店 其實是有什麼學問要需要 真的要翻譯書 查書包 去讀書 學回一些 比較高一點的學問 就是好像我們平時 我們好像說 在香港來說 都會讀書 有時候可能有一些叫做 餐飲業的一些文憑裡面 都會簡單一些 學一學這個 就是餐具上面的 都有一些知識 如果真的有 廚具和餐具的專門店來講 是不是真的要再去外國 再深掃一下 其實我自己就給了一個機會 但是最重要的是 你對每一個產品的 那個質素 或者用途 你要很熟悉 嗯 因為你很難就說 我可能有些人很認識 就是玻璃的產品 有些人很認識 有些人很認識 就是一些枱頭的產品 各方面的好處就是 因為外國品牌 很多時候它都是很有經驗的 有些可能是世界第一名牌子 有些可能是某國家第一名牌子 它都可以教到你很多東西 再加上自己 你哪學哪做的時候 就豐富一下自己的知識 在中國的餐具上面來說 很多時候就是筷子 或者是匙羹 這兩樣東西 其實在外國人的飲食文化裡面 其實除了我們的刀叉羹 其實還有些什麼是 連續這兩節還未能介紹到的 還有一些特別的 你見過的 準備在你們的廚具用品公司 都會推出給大家去購買 其實現在的人用過的廚藝用品 已經不是以前媽媽那一代 是依舊高了 我不是只是功能上好用 而是說我又要有裝飾的效果 有裝飾的效果 要好好的 好像香港多了一些叫做 開放式廚房 它在裝飾的功能上 依舊高一些 例如我們公司的一些產品 平時我們切個蒜頭拿刀切 拿刀切 拿刀砍下去就算了 不要搞那麼多東西了 原來有些東西看上去 好像有圓筆刨 可以刨到蒜蓉出來 好神奇 真的 有些產品看上去好像梳頭 原來是刨絲刨片 變成一些人要求高了 就是要得意的 先進的 但功能又可以達到一個很好的效果 變成一個方向就大了很多 在外國來說 就不像我們東方人 廚房比較小 他知道他開個派對 可能是整個月最重要的一刻 他將那些每一個的廚具分得很細 分得很細 這把刀是切肉 這個切菜 這個切生果 都要分得很仔細 我覺得在亞洲區來說 或者香港也好 我覺得吃東西 或者用具來說 要求多了 然後開始分得細一點 要求高了很多 香港也大陸大都會成事 其實很多人都開始慢慢想 進入多一點歐洲那種煮食文化 以往你這麼多年的經驗 其實在看到廚具和餐具的演變上面 其實那個演變的程度和速度是大不大呢? 都挺大的 即是我們都在香港一段時間 以前在廚房用品來說 就不是那麼多人會專注 但現在我們不斷推廣的時候 都開始專注多了一點 即家裏不是再說 我會有一個很漂亮的電視 一個很漂亮的Hifi 一個很漂亮的沙發 廚房也要很漂亮 所以他們在桌上 以前我們不會說 在桌上設定了 有蠟燭台 有一個很漂亮的餐桌 一些刀叉筋很大 這些不是的 反而小家庭 兩個人的 甚至三個人的 設定好了 回到家裡 他就當自己好像去了一個 高級餐廳 高級餐廳的感覺 即是 即是你現在說 一些很優秀的房子 實際間也好 都很漂亮的 好酒店式的 好時代感的 其實我覺得這個演變文化 在桌上的要求 或者廚房的要求 是多了很多 嗯 再一次多謝阿波 跟我們講解了這麼多 關於 即是原來 現在用到的食具 和一個煮食工具上面 都有很多不同類型的變化 再一次感謝阿波 跟我們講解了這麼多 謝謝 我們今天的家庭 樂安居的節目時間 差不多 我們下次的節目時間 再跟大家見面 拜拜 我們下次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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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ERF